我們學校鄰近一個大湖 但我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去請教老師 老師就親自帶著我們 去戶邊放置四手網看能抓到什麼東西 不過我們都只抓到一些小型魚 大型魚油的比較快 不容易被我們的四手網捕撈 所以我們打算從改良四手網的方向去改良研究 我們製作的改良的四手網 就是簡單上手可以擔任操作 而且網面較大可以防止大型生物跑掉 而且能夠堅補生物 還能隨著赤子的深度去改變網具的水深 是一個多功能性的四手網 讚! 我們的四手網底部直構是由能力放組成的 它具有彈性又兼具耐用 所以我們選擇它作為頂部的材料 我們魚網使用的是尼龍繩 它重量輕又不清楚 它同時也能承受著魚蝦的重量 所以我們選擇這兩種作為主要材料 我們首先用捲子量測網片所需要的長度 然後再用牛筋棒上下下的穿 就可以將魚網固定在我們棒子中 最後還可以再使用尼龍繩加固 可以確保網片不會脫落 也提到耐用的效果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支架 我們支架的材料是杜心管 杜心管 杜心管耐用且不容易成就 我們平常有滑輪 可以達到神力的效果 我們支架是由細的杜心管 插入支架杜心管的重量 讓鐵片鋪做凸 這樣就可以達到360度轉賺 可將釋收網綁上 這樣就可以完成單人眼膛的效果 我們來親自示範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的資料用量 我們會把釋放在裡面 把魚企色過來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雅頭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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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